各式各樣五顏六色的原子筆 分滿別類 擺在架上 你習慣選用哪一種 偏寫得出來就好 覺得自己有沒有寫得順 我挑品牌 我都用同一個 選筆需求人人不同 一般來說民眾買筆 都會到書局或文具行 但現在卻出現一位大媽 到銀行辦事 看上行員手中的原子筆 請簽名 簽完名後 大媽覺得行員手中的筆 實在太好 且硬是要向她買下 手中的兩支原子筆 大媽的要求 讓銀行行員好困擾 一支8元的筆 她甚至丟下20元 抽了手上的原子筆就跑 到底什麼筆這麼神 讓大媽不顧一切 就是要買到 就是這款白底藍頭的原子筆 讓大媽好驚艷 但其實這樣的筆 幾乎隨處可見 有點誇張 因為這種筆好像 四處都可以買到 其實除了這支原子筆 在文具行裡 還有好幾款便宜又好用的筆 像是這款藍色筆館 採用日本筆頭 寫起來細緻滑順 另外也有強調筆肩耐摔 改良後不易斷水 還有主打復古風 機系方便書寫的款式 最重要的是 這些通通10元有找 都賣得不錯 以前很容易斷水 現在都不會的 幾乎每天都有人在買 原子筆白白種 好不好用 寫過最知道 但記得買筆要到書局 不要隨意向銀行行員搶購 造成別人的困擾 接著陳廣榮 江景城 台中 彩報報導